好 氣象時間 我們要找一下 蘇莉妳躲在哪裡呢 今天主題應該跟蜜蘋果相關 因為我看到的是蘋果 蘇莉交給妳了 嗨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哇 很久沒出來爬爬狗 你知道嗎 這次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 沒有出來爬爬狗 今天一出來 當然要帶給大家好看好吃的 有沒有看到 哇 節食累累 對 蜜蘋果啊 大家吃過蘋果就其實 應該不見得每個人都看過 那個蘋果樹長 對 不對 是蘋果長在蘋果樹上 我跟你講 淑莉今天頭髒 現在又有點頓頓了 這個鄭神父這個攝影大哥 你不要再笑了 畫面會抖 不要抖 好 來 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這裡實在太冷了 也不能怪淑莉腦筋頓頓的 因為你來... 不信大家知道現在到底幾度 我也爬不起來 我告訴你 你看 現在這裡的溫度 0.1度耶 都已經8點多 快8點半了 這邊0.1度 就知道我們氣象爬爬夠 團隊的辛苦了 但是我還是 雖然爬不起來 還是要努力的爬起來 就是要吃蜜蘋果啦 你看喔 在這麼冷的地方 這福壽山的蜜蘋果 這裡福壽山海拔2200公尺 你看看現在正好是我們 福壽山農場蜜蘋果盛產的季節 這個時候全部結實累累 所以一定要吃 來喔 阿漾喔 我們這阿漾帥哥啊 是我們這農場的技術人員 靠他的專業 我們要尋找一顆最好吃 蜜最多的蜜蘋果 你看 蜜蘋果到底要怎麼挑 我覺得這一顆很棒 你看 而且你看看 大自然的冰箱 還有重點滴水的 你看這顆一定最好吃的 對不對 你說要紅黃香煎 紅黃香煎加黃的 對 可是我們盡量再挑一個 成熟度好吃的麵香 為什麼 哪一顆... 你要挑 你挑的是哪一顆 看主播要不要挑哪一顆 我要這一顆 那我們來比較看看 為什麼 你挑這一顆 好...來... 你先挑我這一顆 來 我們把它拔起來喔 我說這一顆蜜一定多 來 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我挑得不錯 因為挑蜜蘋果 你說不要挑整顆都是紅的 對不對 對 要什麼樣 紅黃香煎是最好 紅黃香煎 你先 蜜裡等我一顆 我的蜜怎麼這麼少 你挑的 來 你說哪一顆 這一顆 好 來 我就不信你啊你 你 你也說過 這一顆 再來 這裡什麼沒有就是蜜蘋果 來 還有哪一顆 來 你知道其實蜜線是會消失的 大家都以為蜜蘋果是一種品種 對不對 對 可是其實蜜蘋果它不是品種 它是一種生理現象 生理現象 對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 出來了 我告訴你 你如果還有一顆 沒有 這顆蛋糕 好 我跟你講 真正的蜜蘋果 事實上大家真的都以為蜜蘋果是一種品種 其實它不是品種 對 它是一種對抗低溫的生理現象 對 其實這個都是什麼種 富士品種 都是富士品種 這樣這個沒變的 給你吃 好 有蜜蛋給我吃 好脆喔 謝謝主播... 好甜喔 真的整個附上這樣現摘下來的 而且經過大自然的冰箱 冰過的真的是超甜超脆 我們這甜度很高喔 對 甜度大概有多高 現在的話應該有15到17度 15到17度喔 對... 來 我告訴你 要吃最好吃的蜜蘋果怎麼挑 找那個阿楊 可是呢 你能不能吃蜜蘋果 你就要找廠長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副廠長好 好 主力好 真的是我們富士山農場的蜜蘋果 真的是太棒了 對 很棒 台灣的特色 台灣的特色喔 在海拔2200公尺 今年喔 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蜜蘋果是不是比往年 量多 比往年增加了兩層到三層 量 最主要我們在四月五月的時候 蘋果開花的時候 它的瘦本還正常很健康 然後我們在七八月的時候 又沒有颱風 所以我們福壽山農場這邊的 蜜蘋果的產量增加兩到三層 而且品質特別的好 品質特別的好 所以其實呢 趕快喔 來喔今天十月 因為今年其實福壽山很難得十月份開放彩果 對 可是呢 大家喔 聽清楚 從明天開始 就不能彩果了 對 因為我們是從十月開放到十一月彩果 因為陰度越來越低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員工要趕快把這個好的蘋果 趕快採收下來 對 給我們的那個遊客 或者是我們的那個電視機前的觀眾 來享用 對 所以今天是最後一天 如果想要親自採的話 對 大家趁今天 當然囉 廠長其實福壽山農場 除了現採的蘋果好吃之外 您不妨也來參考 在蘋果脆片熟利大推 我告訴你 想要吃最天然最好吃的蘋果脆片 就在這裡 福壽山農場的脆片有什麼特色呢 福壽山農場的脆片 熟利一直吃 我現在也要給各位介紹 就是我們的蘋果脆片 有不同的品種所製造的 我們有青金 北斗 富士 所以顏色沒什麼感 有紅色 黃色 還有綠色 那吃起來也有酸酸甜甜的感覺 有點跟愛人在談戀戀的那種感覺 很棒 很好的 戀愛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點酸酸甜甜 而且更酸的 是我們的蘋果醋 對… 好 您把你的蘋果放下 我們喝一口蘋果醋來嘗嘗看 好 來… 這蘋果醋 這個是用傳統的工法去量製的 對 我們的蘋果醋 是用天然的蘋果去量製的 它喝起來對身體很健康 而且它有活性的酵素 可以說我們有醋的XO 所以每天喝一杯醋 對身體很健康 幫助很好 對 所以不妨追隨著熟利的腳步 一塊來吃蜜蘋果 吃我們的… 喝我們的蘋果醋 還有蘋果脆片 對 這是天然健康的 每天喝一杯 好 OK 那天氣 謝謝 要喝咖啡嗎 沒有 吃咖啡太酸了 對 你咖啡我來報氣象 好 天氣上來說的話 我們趕快從衛星雲圖 要帶大家來看看 長長今天 你看天空沒有一片雲 整個都是藍天 而且望去你看那個山景 超壯闊的 對面那個是什麼山 大雪山 你知道嗎 今天天氣上 東北極風減弱 但是水氣非常非常的少 因此各地可以說 都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當然了今天的降雨 非常的零星 也不太明顯 倒是天氣好歸好 空氣品質不太好 我們趕快先從環波署所 提供的空氣品質指標 就要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長長 你這溫度太低了 影響我播報 這樣子溫度不可以 我們再來看看 空氣品質指標當中 你可以發現 台中以南 不要再笑了 台中以南的部分 現在其實都呈現了 橘紅色的燈號 尤其在高雄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像是橋頭 南紫這些地方 是已經亮起了紅燈 那麼因為今天 東北極風減弱 再加上擴散條件不佳 因此今天空氣品質 普遍又轉差了 再次提醒了 如果說過敏體質的觀眾朋友 真的要做好自我防護了 未來這幾天 大家可開心的 我們要告訴大家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預報 未來這幾天天氣都非常的晴朗 而且這樣穩定的好天氣 可以持續到下禮拜二 北部地區的高溫 差不多都可以來到二十六七度 但是清晨 很亮亮 只有十六七度 那麼中部地區來說的話 當然也是晴朗的好天氣 高溫可以來到二十八九度 不過我們在中部 廠長 這個溫差很大 對 不過我們現在是 比較屬於乾冷的氣候 北風很冷很冷 不過你知道嗎 中部如果平地來說的話 低溫只有差不多十六七度 高溫來到二十八九度 其實超過十度 對 那麼南部地區來說 也是天氣非常的晴朗 但是同樣早晚是很有良意的 至於在東半部地區 雖然雲亮稍微多一點 但是完全不妨礙太陽公公出來露臉 那麼偶爾飄一點零星小雨 未來這幾天 依舊都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因此在這種好天氣的情況之下 來喔 大家追隨的熟悉的腳步 來到我們的福壽山農場 常常要告訴我們的 每天一顆蘋果怎麼樣啊 來 永保健康 來 健康帶著走喔 歡迎大家一起來 好 到這邊吃飯健康的蘋果樹 Yeah